哎呀 我师哥得了一个大胖媳妇啊 这个 您各位有学问啊 都读过桑国演义 刘备帐下呀 有五虎上将 哪有五位啊 关张赵马皇 实际上在我们德云社呀 我师父也有五虎上将 哪有五位呢 高峰 侯震 郑好 谢金 刘元 好 下面一个节目 掌声有请德云 五虎上将 非常感谢大家的鼓励 刚才这个节目多么的热闹啊 又煽情又实际 大家非常爱听 把我们几个位又换上来了 给大家表演一段群口的相声 没错 各位朋友您这样就不厚头了 怎么了 怎么我一上来您就走啊 回来还有金卡呢 快回来 观众需要上厕所 郭德纲需要喝水 这都可以理解 不是 是一码事 你等一会儿 怎么一到你人就上厕所呢 谁让我老接郭德纲来了 大家爱听郭老师 我们这几位演员 可能大家有熟悉的 有不大了解的 由我做个简要介绍 太好了 站在我身边这位 我 郑豪老师 来自东北沈阳的相声演员 是 世诚相声名家王志涛先生 您在北京要打听郑豪老师 知名度不高 您要到了沈阳打听郑老师 怎么样 四个字的评语 哪四个字 家喻户晓 谁都知道 都知道郑老师 为什么呀 郑豪老师是 沈阳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 您听郑老师这个 你看给您鼓掌了 声音非常有磁性 符合播音员的条件 是吗 声音很好听 长得很难看 播音员的条件 长得还行 您可以这么认为 其实郑豪 您听这名字多好听 这是他播音员的播音名 说相声 沿用这个名字 他本名不叫郑豪 他叫什么 名字叫 郑景仁 我不是郑景仁 太客气了 他不是郑景仁 我不是郑景仁 对呀 我是不是 你是不是郑景仁 我不是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这个人的郑景仁 是他的原名 还有一个名字 什么呀 大家也熟悉 哪个名字 郑喜定 郑喜定是他的名字 郑德纲老师给起的 我们这个郑豪老师 晶晶爷爷 特别的负责 你等一等 一提您灯都黑了 这怎么回事 这是 咱改电影院了 照我照我 照我一人 不妨碍咱们说 旁边这胖子叫刘元 刘老师 说你没人鼓掌 你看 刘元是相声世家 他老爷叫张庆森 你看我特别羡慕刘老师 因为我从来没见过我的老爷 过去的比较早 刘元有幸 刘元见过他的老爷 但是他老爷没见过他 你等一等 等一等 我不明白了 怎么不明白 他见过他老爷 见过 他老爷没见过他 没见过 这是怎么回事 你看看 像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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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呀 问题就在这 这像话吗 他老爷由于身体的原因 眼神不得老好的 所以说看不见他 双目失明的老爷 还在培养这位外孙子的成长 非常了不起 我们给这位失明的老爷鼓一鼓掌 张庆森老先生 那位大高个大家最熟悉 姓谢叫谢金 你自然灾害 刚才也出台 那个上台了 说清楚了 给大家表演 他的父亲也在我们德云社 谢天顺老先生 谢金在我们相声界 辈分高 个头高 大高个 一米九三 不啥就尖 就是他 什么词你这 就是说您相声艺术比较好 说的一般 这几位都介绍完了 着重的介绍您 吓我一跳 这位演员大家最熟悉 是吗 姓侯 对 叫侯 我叫侯 姓侯 名字呢 有名字 您叫侯震 跟侯震合作心里特别的激动 为什么呢 因为人家是世家 他的祖父是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 侯宝林先生的亲孙子 谢谢 谢谢 大家给侯先生鼓掌了 我能跟这个孙子合作呢 等会 怎么叫跟这孙子合作啊 你是不是侯震 先生的孙子 是啊 那不就完了吗 这个孙子的艺术特色 哪个孙子呀 我爱听 那你不能这么说 还叫您侯老师吧 对呀 侯老师的口头禅 大家都会说 是 像话吗 像话吗 像话 像话吗 像话吗 像话 你是他的口头 谁呀 谁呀 自己肯定自己吗 谁没有肯定 我这像话吗 像话吗 像话吗 碎嘴的 谁要娶了他 算倒了没了 没有像话 娶了我像话吗 反正跟您这么说吧 跟您在一起合作 我们心里都特别高兴 高兴什么 羡慕您有一个好爷爷 羡慕我什么呀 您爷爷像是大师 怎么了 从小受家庭的寻陶 他父亲也是说像是的 他老爷也是说像是的 你说这玩意 让我羡慕 尤其羡慕你 你这有什么可羡慕的 生在大师的家庭 多了不起 不等会 不不不不 你这人 你不是也说像是的吗 对呀 我说像是的 你说像是有什么可羡慕的 我没生长在艺术家庭啊 啊 你 你爷爷不是说像是的 我爷爷不是说像是的 哦 他爷爷是听像是的 我看谁敢再鼓掌 嘿 我说没错 我说没错吧 不要拦着我 不能再打人 对不对 郑老师注意言辞 承认不承认 你是口径的人 你爷爷是不是说 听像是呢 说 是 我爷爷还最爱听像是 你看看 我爷爷有个爱好 听像是就鼓掌 我告诉你说 这起什么空啊 说的没错 话说回来还是羡慕您 您家里头您家里头 您父亲也说过相声 三叔更是著名现实演员 郭德纲的师父侯耀文先生 都是您的家庭成员 要不怎么羡慕您的 你这非称这话头 你羡慕我干嘛呀 怎么不羡慕啊 你爸不是说现实的 我爸也不是说现实的呀 没别好屁这就是 也是挺像的 我觉得还是爷爷更划算 我记得刚才有一个12岁的 那是您 那是你爸爸 您这都像话吗 这怎么了 没有你这样的 怎么没这样的 打刚才一上来 我们挺捧他的吧 侯老师艺术家庭 侯宝林先生是这爷爷 你等会你哪捧我了 怎么没捧你啊 这孙子怎么知道 这哪孙子呀 侯先生是孙子 对不对 没有你这样的 上来说我们家人 你像话吗 说我们家人怎么啦 像话吗像话吗 怎么不像话呀 不不不 这么着 我给你弄一弄 你给我弄一弄 我搞一搞你 是不是 我得让你搞 我把你也搞成世家 不是完了吗 那没法搞 那没法搞 你现在干什么 说像是 你说像之前你干嘛的 上学嘛 你上学学什么呢 水产 你怎么知道 我都知道 童小吧 童小 水产养殖专业 你这水产养殖 你都学什么吗 属于子 属于子 这就行了 这世家 我属于子 哪有世家呀 你爸爸卖鱼的 你爸卖鱼的 你爸爸卖鱼的 市场卖鱼的 您这都像话了吗 你爷爷卖鱼的 打一上来 你就说我爸卖鱼的 我爷爷有卖鱼的 卖鱼世家 我告诉你 卖鱼世家 猴 没有你这样的 怎么了 你不能这个样子 怎么不能这样的 我告诉你 咱今儿就今儿个了 我什么叫今儿 我看你是 不想好好说你 我跟你这么说话 谁不这么说话 我斗了 你们兴气泡 谁不这么说话的 我真有心 我打死你 你敢吗 你打得过我吗 不是我准打不过你 就你这体格 一掰就折了 你打我 有心我骂你两句 打都不敢打 你敢骂我 有事我水产养殖的身份 也可以 什么身份 真想咬你两头 真想尸之肉 方解我心头之恨 你 咬 来 咬不了 怎么咬不了 我回民 下话 我告诉你啊 这事儿完不了 你凭什么说我们家 都是卖鱼地 卖鱼世家 这你不就是会人吗 不劝我 没有 献你 献你一分钟 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有人满在门吗 否则不然 我在这自杀 不 我勒令你给我自杀 我自杀 要死你死去 我没事 你给我说说 凭什么 你这算自杀吗 说我们家是卖鱼的 你就是卖鱼的 你们家就是卖鱼的 怎么着 你死 有本你死了 死 死 死这 对不对 没法进行了 我告诉你 没法进行了 凭什么 你说我们家是卖鱼的 你得秧给我 我讲给你什么 我说大连 大连 完不了 就别拱火了 完不了 那行 那行 就这样吧 我看你面子 我错了 行吗 高老师 您老师 我错了 你错 我捡到铁铺买钱 谁跟你说这个了 不是这么着 我刚才不对 这么着 您啊 别拿我这话当真 我这这么着 您就拿我当小孩 我就一小孩 小孩说话算数吗 嘿嘿嘿 高兴我走了 没事 小孩你也神经病 小孩 我怎么没神经病 小孩呢 小孩子呢 你可比不了 我怎么比不了啊 那是几倍古人呢 我不知道 不知道 那好 有知道的 谁知道 老郑 给他洗洗定 什么意思 你们都像他 刚才 刚才 你说你是小孩子 你也配 那是 几倍古人呢 我哪知道 你不知道 我说说 你听听 在想当初 您说 大宋朝文艳博 幼儿道有 灌血 服求之志 司马温公道有 破瓮 救儿之谋 汉孔荣 四岁让离 懂得谦逊之离 十三郎 五岁朝天 唐刘燕 七岁举汉林 汉黄湘 九岁 温习奉亲 秦甘罗 一十二岁 有宰相之才 吴周瑜 七岁习文 九岁习武 一十三岁 统戴千军万马 执掌六郡 八十一周之兵权 食苦肉 献连环 寄东风戒凋零 火烧战船 虽有卧龙 凤厨之相邦 那周瑜 也算小孩子 当中之狂首 我说的 这几个小孩子 您比得了 哪位 周瑜比得了吗 比得了 你这周瑜 我带鱼 我也比不了 来来来 听见了吗 听见了 周瑜 你比得了 比不了 比不了啊 那你凭什么说 我们家 是卖鱼的 这事完不了 他说完了就完了 你怎么还惦记这事 废话 当然得惦记这 说 凭什么说 我们家卖鱼的 这事闹的 不给满意答复 我把剧场给你点了 别 这么些人 别点剧场 说 这么着 咱俩商量商量 凭什么 你拿我当一封筹 你把我放了 行吗 你一撒手 你看你这个模样 倒霉德行 你这么胖 飞得起来 像话 凭什么说 我们家卖鱼地 给我说清楚 你说 这么着 这么着 我呀 这么着 我没上过学 没上过学 不会说话 知道吗 我就是一粗人 我就粗鲁人 什么你说 粗鲁人 粗鲁人 你更比不了了 粗鲁人 我还比不了 我比你粗鲁的 谁呀 来个粗的 我 你这个 卖鱼的你可比不了 那是几 比卖鱼的干什么 比什么 粗鲁人 粗鲁人 你可比不了 我怎么比不了 那是一位古人 那就是武人 在想当初 就是想当初 过去的事 唐朝有一位粗鲁人 此人父姓玉池 丹子鸣功号静得 宝顶山后刘武周 日抢三官 夜多八战 自祥唐以来 征南大战王世冲 扫北收复皮肯能 跨海征东 月下仿伯袍 唐王得胜 班师还朝 那宇池公 在武门外 拳打皇叔 李道宗 打掉门牙二尺 唐王大怒 贬至田庄 到后来 伯袍 仿竟得 见宇池公 独坐船头吹吊 忽听得身背后 人又喊 马又叫 我乃正东 薛平辽 金日前来 仿顾交 你我金殿去交旨 保你为官 永再朝 静得公言道 将军不要错认 我乃山野村夫 耕种除袍 以粗鲁人也 好 这好 静得 门沈爷 你比得了吗 门沈爷 兔爷我也比不了啊 什么 来来来来 来 静得 门沈爷 比了吗 比不了 凭什么说 我们家都是卖鱼的 比不了 你就让我下去 怎么 你下去他怎么办呀 对不对 你怎么办 你这 完不了 这么着 这么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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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给您上来 您回我手 您怎么着 您让我当一屁给放了 行吗 你一使劲 我一秃鲁 咱们就完了 先说完这事 你再秃鲁 什么叫 我们家都是卖鱼的 说 这么着吧 我错了 我就是浑蛋 我是一浑人 行吗 什么你说 我一浑人 你更比不了了 我都浑人了 我还比不了 又比你还浑蛋呢 你的像话吗 你这个 来来来 给他浑一个 他比什么 浑人 比浑人 你也亏 你也配 这温柔多了 是 不像浑人的份 啊 呸 你 在这儿了 你看 我不开 我这 浑人 你可比不了 我怎么还比不了呢 那又是一位古人呢 还是古人呢 你不知道 我说说你听听 在想当初 倒霉就倒霉 想当初 楚国霸王 姓相名语自及 暮声重同 仗下有八千子弟兵 功无不取士 战无不胜 只接应洪门宴 刘邦赴会之时 想不想装 拔剑舞入洪门宴 在席前舞剑 多亏大将反快救的刘邦 从此斗志 仗良月下 卖剑访韩信 韩信这才登台拜帅 明秀战道 暗斗陈仓 九里山十面埋伏 困住了霸王 霸王师机大败 正败之时 前有乌江兰路 后有追兵善紧 霸王正在危急日之 见江中来了一只 大阿于小舟 霸王点手换之约 瑜伽将孤家渡过江去 多脏你银两 瑜伽言道 你的人高马大 枪尘我的船只窄小 渡人难渡枪马 渡枪马难以渡人 霸王说这又何难 先将孤家的枪马渡过江去 再渡孤家 那也不迟 瑜伽闻听 顺州靠岸 枪支放在船上 马匹拉屎州中 已告知开船里 江岸约有树杖 瑜伽拱手言道 霸王千岁听朕 休拿我当作瑜伽 我乃韩元帅 帐下之大将 奉命特来 道义枪马 想你做大将 无枪无马 无兵无足 还能落于韩信之手 霸王问听 顿足垂胸 会当初不定反赃之言 看来孤奶 浑人也 好 好 好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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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